仙德今晚留下来加个班 夏董我晚上有事加不了 怎么这么多事呢 马经理 马经理 行都不想加班是吧 今天晚上谁留下来加班 这五百块钱就归谁 坐下坐下 又你们什么事 夏董我家我家 仙德你脱家带口的 你回家吧我家 正因为我脱家带口 我才要赚钱我家 夏董四百我家 三百我家 我给你刚上了 行一百我家 十块我家 请成交 啊 二十 不喊了两天的啊 自作自受 夏董给 夏董这带公司呢 一会儿同事们都来上门了 看见多不好又该议论了 我看他们谁敢议论 你让我亲一下 你俩干嘛呢 我俩准备工作呢 当我眼瞎是吧 你俩穿着就不亲上了都 你看错了 对你看错了 亲爱的都贵你 出来的时候我就和你说了 注意点注意点 这下好了 马尽力这个大事都贴了 都贵了 是你亲我的怎么还怪我呢 谁知道我 你俩从家里出来 你俩在一起了是吧 没有啊 听错了 还没有 敢做不敢承认是吧 我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我俩就是在一起了 就住在一起了 对 怎么了 吓得好 你怎么看了前几条件的呢 我我怎么了 对啊 你叔叔亲爱的哪里差了 你看 他穿得拉里拉搭的 整个一吸狗 面黄极瘦的 怎么能配上你这种条件和颜值呢 我吃你家大米了 我就吸狗 吸狗怎么了 马尽力说的好像没错呀 哪里没错了 看像我们马尽力这么优秀的人 是吧 四十多岁了 也没谈过恋爱 是不是攒了不少钱呀 说 刚才跟哪个女的打电话呢 疼疼疼 我妈说 让我带你回家 真的 带我回家 什么时候说要带你回家 还有这个呢 这是我太奶那一半 一袋一袋穿下来的 我妈说让我付给你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可不能收 哎呀 收下吧 我妈说 她应该属于你 你妈真这么说 当然了 吓吓吓的 马尽力 你跟我这样干什么呢 夏总 我先找我女的留下几个家回到家 你老大不小了 找个女朋友也不容易 跟你去吧 行 现在哪呢 我走了啊 夏总 我们也收拾收拾 跟你回家吧 哎 马经理 你也教育我们怎么找女朋友呗 这个简单 来来来 一人分一个 这个桌子 就说是你们太奶留下的 昨天我的是这么叫亲爱德的 知道吗 哈哈 马经理 你行啊 不是 亲爱德 你糊弄我呢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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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年头还能解当钱吗 这经理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 对呀 你这运气逼迫大财呀 对 今天必须得请客庆祝一下 对对对 走走走马经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 结合账 我去 八百多 要不我们A吧 我去 怎么停电了 啊 又被坑了 买单 这每个单至于吗 它还藏起来 哎呀 别生气嘛 给你介绍个美女 真的假的 喜欢美女 你就玩这款 由冯蒂莫代言的命运生气 她开生游戏界的无由传媒 里面什么样子的美少女都有 你说的这么好 真的假的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俗话说 天下美女千千万 命运生气全都赞 命运生气里 每个角色都是高品质 3D建模 可360度无死角观赏 欲解罗利 黑丝双马尾 总有一款对你胃口 命运生气9月14日正式上线 登陆游戏就可以送最高规格 648高定鼎声 蜜血儿皮肤 行 我这就去试试去 吃好了 我们走吧 等会 我捡了200块钱 花了800多 你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不付吗 那200块钱 是我丢的 还有更过分的呢 那200块钱 是在你包里拿的 昨天我看你签的 给一个老阿姨 手牵起 逛街了 真恶心 是我不够年轻 不够漂亮吗 你竟然喜欢年龄大的老阿姨 小男的 我懂你 你什么意思 这是参透了 年少不知什么好 错把那什么当成本的道理 那也不能喜欢老阿姨呀 这样年轻 谁还在乎年龄 你在这儿啊 你谁呀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阿姨呀 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你公司过来看看你 你看看你 面包极数的 去前面告诉我啊 这 不是 你说这个干嘛 我靠我自己能赚钱 能赚钱 你爸我给你买车 还给我 不是 是什么你给我买的 胡说什么 没有 这是 他是我们老板 讲的确实挺漂亮的啊 你说这点好使吧 恭喜阿姨啊 恭喜阿姨啊 记得满天了 让我送给未来儿媳妇的 我看应该是个老物件 我觉得值点钱 你要卖啊 这传家宝可不能卖啊 你帮我鉴定鉴定嘛 这么大 那当然 我外婆当年可是大老夫啊 一看就很值钱 留给你未来的媳妇 给她带来好运 我想送给你啊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可不能收 收下吧 我妈说 她属于你啊 你妈真这么说啊 对啊 公主怎么了 出去看 你们起什么后呢 马经理怎么了 夏小姐你别生气啊 我这刚走上女朋友 想让大家见证一下 这你女朋友啊 马经理你厌不浅啊 我觉得老马也很有男人味 而且对我又好 也很幽默 虽然这次 他用这个给我当初做结婚戒 真的主不介意 宝贝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换一个真正的退婚戒指 你怎么也有一模一样顶着呀 老板我也会给你买个真正来 我会的 马经理让你们这样了两个小时 还一人罚了你们一千 是 他还说我们都是你的狗 什么 马经理就这么欺负你们 对 你俩这样子是吓得了助理啊 天天不能吃了就早退 能干干不能干干 不够你带啊 马经理 还是算了吧 他俩是老板的人 老板多么糊涂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被老板知道你说说他的人 那不得整死你 还是整一点 闭着你 老板在怕什么 我告诉你们 一会儿你们去财务 一人就一千罚款 知道吗 再给我两个小时 再给我开电影啊 开电影 哟 马经理 那美女谁呀 洗澡的女朋友 我白切上猪狗 小姑娘不错呀 老喜欢老满意了 比我喜欢 我那俩助理还喜欢 还满意啊 你那俩助理也喜欢啥呀 挺喜欢的 挺满意的 哈哈哈哈 不要错 如果没太多的话 肯定是有人给你搅黄了 哎呀谁呀 马经理 就是跟女朋友分手了 笑容你怎么知道的 啊 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要不然不能给你搅黄了 笑容说的没错 我得罪谁了呀这是啊 你好好想想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 不该你管的非要去管 明明是别人的助理 非要欺负人家 罚人家款 哈哈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不是这什么人 自己太蠢哎 夏老 不会是你给我搅黄的吧 哈哈 这怎么能是我呢 我最好心提醒你 别等下次 女朋友又给你搅黄 哈哈哈哈 啊 夏老 谢谢你给我搅黄女朋友 下的心 你吃饭啊 不客气 对不起 你帅是我家 吼 吼 是你发生的